壮丽优雅的山川景致 工笔细腻色彩鲜艳 在蔡金伦老师的笔触下 仿佛就在民众眼前一般 呈现高山流水的震撼感 竹倩艺术家新火箱传展 第67档期 展出高龄80岁的画家 蔡金伦的作品 要让民众欣赏各地山水的写生画作 这次叫寻忧坦生 主要就是说寻忧坦生 就想引导 我们去大自然里面 去找漂亮的美景 或者是那个幽安的好地方 让我们接近大自然 认识大自然 然后进了我们去保护这片大自然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 历年来去游山湾水 所累积的一些画作 蔡金伦的画作除了细腻的水墨工笔之外 最特别的就是加上鲜利的颜色 透过色彩的搭配 整个画作看起来都更加丰富 充满活泡的感觉 主要的 我现在就是用写生的基础 有一些 现在除了那个水墨的基础以外 我因为有加上那种水彩颜色的搭配 所以有些颜色就很丰富 蔡金伦彩末新船展 从即日起到9月10号 在文化局梅院画廊展出 共有70幅的彩末山水画作 范围包括宝岛台湾以及中国大陆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保揽画中山水 开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